那年,我报名附近作战,第一次参加战斗,虽然已过去三十多年了,但那次战斗经历,至今记忆留心,那时1985年9月,我带三机林甲兴和、杭鲁城、杜潘柱、李宝存、薛铁军、丁亚军等七名精心挑选的同年兵战友,加入兰州京区第八侦察大队,编入侦察三连十五班。 我担任班长、嘉欣和为副班长,部队到达前线后,驻扎在云南省马里坡一个叫八部的地方,为适应当地的气候和环境。 保证续后与敌作战的胜利,我们首先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临加训练,这是我凯旋归界后在部队留营,部队陆续进入阵地,我连进驻到中越边境线上,一个叫大梦的瑶祖小山村, 村里住着几十户人家,散落在半山腰,部队到后把各班牌,安排到村民家中住宿。 当时村民们生活都很苦,条件极差,我们的到来也给村民们振添了不少的麻烦。 但是村府的村民不但没有任何的怨言,而且还非常欢迎我们,我们的到来,给边民们带来了安全感,他们尽可能的为部队提供一切方便。 真正体现了军民与水之情,稍作休整后,我连就开始对越军的部防和周边情况,进行侦查和了解。 当地民兵为我们提供了很大帮助,1986年1月7日,是我一生之中最难忘的日子。 经过我连多次侦查,基本掌握了我方阵的正面越军部署情况,经大队首长和原领导的反复研究。 报云南前线作战指挥部批准,决定在1336高地进行一次有效的战斗行动,即著名的云南前线801战斗。 这是我中和战友们在前线流营。 1月3日,正级决定最后一次,对关报越军的侦查和确认,以便更好的完善作战方案。 我再次随联领导和挑选的战友一起出发,进行前提侦查,中越边境属于亚热带气候,温热潮湿,人体感觉极不舒服。 环境恶励,再加上是原始森林,人气寒质,莫兽蛇虫防不胜防。 在通往越军阵地的道路上,其实哪有路呀? 全是工兵在前面一点点的排零开路荆棘重生。 沟坎纵横,非常难走。 战友们携带的武器,压缩干粮,水和部分衣物等装备较重。 行进速度缓慢,从我方驻地距目标直线,只有三公里多路。 我们走了近三个小时,到达预定位置稍作休息。 我们便准备开始对敌侦查,为部队战斗寻找有力的攻击方位。 森林里天黑的走,严连长决定趁天黑敌人不易发觉时间敌侦查。 此时,随同一起侦查的电话兵小陈说,电话线已用完。 因当时怕被敌侦听,使用有线电话,侦查组商量后决定。 分成两组,一组继续抵近侦查,一组留在原地接应,并负责与后方灵系。 我和曹台长,小陈被分在第二组,原始森林的夜,黑暗潮湿,因此恐怖。 我们三人在原地,找了一个相对避风的地方,紧张地守着电话,不敢作声。 因离越军阵地太近,怕暴露,危险因是来之敌人。 另一方面来自森林中的蛇虫猛兽。 我们三人把子弹上旁,沿着以待。 突然,一阵电话铃声响起。 在那种环境下格外刺耳,小陈迅速拿起听筒,压低声音与后方简单地介绍了此时的情况,并请求不要再打电话。 有情况,由我们把电话打回去。 我们三人唯一在一起,相互取暖,互相鼓励。 过了约半小时,我们听到了由人而尽,的向世人的脚步声。 大家马上警觉起来。 此时此刻,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否被敌人发觉。 小陈格外紧张,小陈才十六岁,还是个孩子。 我与陶牌常安安他的肩膀,挑声告诉他,不要发出任何声响。 一静制动,随机应变,其实我俩又何尝不紧张。 我当时也不到二十岁,那时最需要的是沉着冷静。 过了一会儿,叫捕声又由静而远,消失在茫茫的夜里。 过后,我们三人都出了一身的冷汗,严连长所带的另一组还没有回来。 我们只有焦急的等待,还怕他们回来时,天还未亮,从灵中视线不好。 双方都看不清,又不敢出声打招呼,会产生误伤。 终于在天亮后我们安全会合,大家相见后喜极而起。 一夜未见,恍如隔世之感,在全面掌握敌情的前提下。 侦察小组研究了作战意图,决定我跟随连长留在原地。 陈才谋带人返回阵地,向首长汇报请示。 大队首长经过仔细研究,并上报前职同意。 决定执行由我连拟定的作战方案,深入了越军阵地。 以捕服敌军为主,战斗中随机应变。 这是我前书三排中戴根窥者,和战友们战场宣誓。 1月4日中午,我连全体人员进入潜伏地点,按照计划分成指挥组、观察组、补服组、火力组和救护组等战斗小组。 我带好鲁城,以保存,薛军军三名战友在火力组。 找到最佳射击位置,副班长甲兴和丁亚军和杜潘朱,被分的其他战斗组。 我班用的是六七尺重机枪,虽叫笨重,但火力强,威力较大。 我选择移出具目标,大概200米左右,相对隐蔽且视线相对较好的机枪阵地。 我班目标是对面敌人独立草房。 里面大约有十几名越军,任务是火力消灭,压制和阻击越军。 掩护我连深入敌军的战斗人员,我们把重机枪架好,目测好距离,调整好标尺,子弹上桃,一切准备妥当。 关上保险,隐蔽好,静后待命,就这样,我把潜伏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。 一直到了1月6日,音乐军相当狡猾,白天藏在洞里,无理不出来,我连没有捕捉到战斗时机。 当时,我们只带了两天的干粮和水。 战友们已吃完干粮,有的战士开始吃野果冲击,只一天多就喝完了,战友们就把雨衣扑在地上煎露水喝。 在此种情况下,连指挥组临时决定,迅速投入战斗。 全监队面守敌,上报大盾和前置后,作战方案立即被批准。 当配属连盾和民兵到达指定战斗位之后,指挥组根据当时战场情况,决定于1月7日,傅小发起破席战。 侦察三连正在前线观看未为演出,7日早期15时8分,随着我身后的825后座绿炮的一声巨响,801战斗正式打响。 当第一发炮弹在敌人的爆炸后,越军在睡梦中被惊醒,像无头藏眼一样从草房里窜了出来。 我指挥重机枪抓住时机开火,嘟嘟嘟,枪口喷射着愤怒的火焰,把一颗颗复仇的子弹射向敌人。 敌人在我重机的扫射,下一个个被消灭。 正打得激烈时,机枪手突然停止了射击,我一看,原来是枪管打红了,战友好鲁城立刻换枪管,一分多钟后,机枪再次发出怒吼,窜出来的敌人被打倒。 草房变成废墟,再无敌人窜出。 此时,我班的任务顺利完成,我命令立即转一阵到,我带三名战友,扛起机枪,迅速穿过一片越军控制下的开阔地。 我们通过开阔地时,越军正被打得于晕头转向,还没有反应过来,我们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击。 在领反冷枪中顺利通过,到达预定地点,找好阵地,架好枪,做好战斗准备。 带部队返回时掩护其安全通过,我,又和同班战友好鲁城,赌判住,在马里坡列士陵园流营,1986年。 由于此次战斗我方准备充分,又占据绝对优势,在敌人为做出有效还击,增援越军没能赶到之前,就基本前见了这股敌人,战斗持续了大约一小时。 截灭越军一个加强连,战斗中,我连一班长姚峰宇头部重弹,壮烈牺牲,另有两名战友负伤,我连官兵的掩护下安全撤出战斗,返回驻地。 至此,801战斗胜利结束,此次战斗任务完成出色,受到侦察大盾和云南前置的通报表彰。 侦察三连荣立集体二等功,多人荣立战功,烈士遥风与被追任一等功臣,后又被成都京区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,侦察三连被授予英雄侦察连称号。 我带三名战友全建越军一个加强搬失于敌人,战斗结束后进行战评,我们四人作战勇敢,战国显著,全部受到表彰。 报请上几批准,给我和郝入城,李保存三人,每人容计三等功一次,绝贴军在火线入了党。 2016年9月10日,我在来西约湖公园留营,2018年7月15日,宋县林,沙东曹县人,1983年12月入伍,人心将京区某某部团三机连,团结六二连战士,1984年11月任副班长,1985年3月任班长,1985年6月报名副边作战,1985年9月带三机连机枪班去人,编入 兰州军区第八侦察大队侦察三连,参加战斗多次,全版先敌十余远,战场荣立三等功一次,1986年10月凯旋,归进三机连,1988年1月退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